三大猴子 這是你講的嗎 是不是 我們都笑死了 怪... 你還怎麼說你這樣啊 我像什麼 像什麼 三大猴子嘛 是不是你這樣 是不是看 蛤... 蛤... 不是 你現在阿彎是誰 阿彎是誰啊 阿彎是誰啊 三大猴子 我還妹妹耶 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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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不是 是不是你滿猜的 什麼 第四日有的嗎 第四日有的 有啊 有啊 第四日有的 等一下我看到他 有什麼 蛤 那大猴子 我不是你講的嗎 沒有 我沒有玩過 我沒有玩過 你是不是你講的 幹嘛 你沒講的 沒有沒有 還是你講的 你沒有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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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是不是 好 笑什麼 還是你比較好 第四日有的 是不是你的他 就是但是我 不是但是你的 你幹嘛唱 我沒有講 我沒有講你朋友 我說什麼 你唱你講的 我三道猴子 你講這個 等一下 我來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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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嗎 你來講什麼 我講什麼 我講什麼 你講什麼 三道猴子嘛 就是你講 就是你講 你看 蛤 蛤 不是 你看 阿娃是誰 阿娃是誰 三道猴子 我愛妹妹 欸 你剛剛過彎好快喔 而且壓超低的耶 超帥超強 寶貝 我好愛你喔 我現在還在詩 我也很愛你喔 要不要再來一次 不要啦 哈哈哈哈 會壞掉 我現在是 現在是 情況啦 你很欠耶 是在 你手機狂想耶 誰在奪命連環後啊 現在是看我沒有 覺得我還不出來是不是 你還得出來 那錢呢 來不及了 這就是技術啦 這就是技術啦 看到我的追焦照了 沒我們公升級的 就是不同檔次 我跟你講 你不理貓貓 不理你社會 在走行情要有 耶科科莫忘初衷啦 山道貓咪的一生 哈哈哈 你們這些塑膠車沒技術 還不是渣 這就是技術啦 看到我的追焦照了 沒我們公升級的 就是不同檔次 我跟你講 你不理貓貓 不理你社會 在走行情要有 耶科科莫忘初衷啦 賣你一張貼紙啦 350就好了 哈哈 有可愛的女孩 要不要加個IG 哈哈哈 這貓殺雞好好洗 我超喜歡 害我現在肉球還在濕 豐梅市就是市的這女人 一定是跟其他貓頭聊天 我不理她了 我要去騎台七一散心 為什麼大家都叫我 還錢林園購車方案 強力過鍵 是我的錯嗎 又是我的錯 喵臉看XXX馬來打架 輸贏啊怕你拿哈 阿油卡就閃不過了 流量密碼成為了現今 不可或缺的一環 稀息於水溝和草原處的追焦手們 相機都已切換為妹子先決模式 呼啸而過的車陣中 照片最多的通常不會是 改裝最完整的車款 而是布料最少的車主或乘客 台七一縣 是位於新北三峽和桃園復興之間的 北部跑山勝地 嚴非尖峰時段的平日 也能看見三兩成型的車友 聚集於俗稱三七來的 萊爾夫北縣三浦店 跑山的魅力無窮 連蹲坐在旁的工人阿北 忍不住多看跑山仔兩眼 今天將透過HYMMOTO的鏡頭 一同探索 跑山生態秘辛全紀錄 因喜愛上山發飲料 和臨時的習性而得名 HYMMOTO攝影師很幸運地 捕捉到了臨時飲料仔的車廂畫面 放眼望去滿坑滿谷的飲料皆是必備 眼前這隻臨時飲料仔 可能是附近幾個彎道的霸主 甚至帶上了救車電源 打氣機 最終考量車廂空間不足 打消了將整間萊爾夫 帶上山的計劃 緩緩騎車駛入著名的花圃 吸引了追交手的注意 臨時飲料仔上前以尬聊的方式 取得追交手信任 同時未回報他們的辛勞 臨時飲料仔選擇贈餘飲料表示感激 HYMMOTO特派攝影師阿喜 也被誤認為追交手 欣然接受了來自飲料仔的善意 與臨時飲料仔相比 帶路RV騎乘的車友出現率更高 不僅限於台七椅、北宜、台三、天冷、182線道等地 也都能看見他們的足跡 鏡頭正好捕捉到 受害車友慘遭哄騙的珍貴畫面 從肢體語言中可以得知 兩位騎士在討論中得到了 慢慢騎RV騎乘的共識 但實際上對帶頭車友來說 RV所代表的意義便是 Racing Version競賽版本 因此在進入第一個彎道後 自動切換至競速模式 馬上就看不見前車的車尾燈 也是合情合理地展開 而失去了領路人的車友 只能在險惡的山路上自求多福了 相比猕猴引人注目而技術不足 各大山路的原生總阿北阿桑 才是宛如山神般的存在 電電吃三碗工的騎乘技術 充滿自信而老神在在的眼神 說明了一切 過彎如切豆腐的同時 還能行雲流水的單手操架 且阿北阿桑們外型樸實 隨手一拿瓜皮即可出門 使用導向的風雨衣也堪稱一絕 最重要的是自然不造作的假腳托 從細節裡就能感受到 阿北阿桑如火純青 卻又不會滑而不實的 純粹騎乘風格 與阿北阿桑相反的裝備仔 正細心地擦拭整理 今天跑山要用到的手套 安全帽 車靴和皮衣 從他臉紅氣喘的穿着過程中 我們得知 穿上裝備的程序不僅繁瑣 對於個體的身材要求也相當嚴苛 體脂肪肌肉的增加造成體型改變 讓穿上裝備變得困難重重 終於經過了一番波折 裝備仔成功換上整套裝備 此時當然是要在社群軟體上拍照打卡 緊接著眼前這支裝備仔 從巢穴中探出頭 評估了一下天氣狀況 想了想決定還是下次再上 近幾年由於網路發達 造成山道風氣逐漸改變 山路的生態結構也因此改變 流量密碼成為了現今不可或缺的一環 吸息於水溝和草原處的追焦手們 相機都已切換為妹子先決模式 呼嘯而過的車身中 照片最多的通常不會是 改裝最完整的車款 而是布料最少的車主或乘客 長時間在水溝夾縫裡求生存 為的就是能成功捕捉精彩的那一瞬間 你看他笑得多開心 一天的喜悅就是這麼簡單 感謝您收看HYMOTO跑山生態秘辛全紀錄 我們下次再會